你现在回想哪一场比赛是让你自己最激动最刻骨铭心的 曾经是肯定是一二年奥运会的四百回 因为那场比赛我觉得最后五十名一定是激发潜能了 赛前我的技术和战术我的考虑是 我洋泳的时候一定是要比我边上的那个美国的选手 我要比他快一秒 他应该在我这儿吧 对 但实际上的操作是我比他慢了一个身为 我已经被他拉开了一个身为 一个身为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完全不在我的那个计划之中了 哇哟快要倒边快要转自用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个身为的距离我是能追得回来的 我为什么不尝试一下 所以我刚转过来第一个二十五我就开始发力 我就想先抄掉再说 抄过了之后我就怕他要追上我 为什么我要保持住我的优势 我就拼一往前游 剩下最后五十米的时候我就想 天哪我是要拿奥运冠军了吗 越想越激动 然后就越游越快越游越快 最后倒边我看到那个成绩的时候 我其实是懵的 二十八秒四三 有些是八 我想为什么是八 我游了三十八秒也太慢了吧 然后边上我的那个队友李全勋 他说你破世界记录了 我那个时候才反应过来 就是那场比赛对我来说真的是很惊喜很惊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